警方展开突击扫荡行动 逮捕15名涉嫌参与非法赌博活动的男女 其中一名男子也涉嫌触犯移民法令 警方和移民与关卡局人员 昨晚展开联合扫荡行动 在牙龙30项的一个私人公寓内 逮捕了年龄介于30至51岁的14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其中一人是公寓的租户 警方当场起获一批赌博器具 以及约2300元的现金 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牙龙一带的非法活动